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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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印众生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感印道教 决定不设时 所以是实戒因缘 什么时候有感 什么时候就有印 感印非常快速 印众 无量无边 这个印众从哪里来着呢 《楠言经商》说得好 当初出生了 随处灭金 这确实是如来真摄智慧 看出这四世的真相 我们这个身从哪里来着呢 实实实实在在说 也是当初出生 随处灭金 同一个道理 但是 佛在觉 众生在迷 不同啊 就在死地 除此之外 除了迷雾之外 众生跟佛 完全一样啊 没有两样啊 所以佛法是真正的平等法 明了的时候 你不了解四世真相 觉悟是明了啊 都是当初出生 谁出秘境 所以 金刚经上才讲啊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啊 你不要以为相是真的 那你就完全 告诉我了 相 既然是虚妄了 我们想想看 相 当然可以受用 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 但是 绝定不能支出 绝定不能分别 为什么呢 他是虚妄的 他是无所有 是不可得的 正如同 我们现在看电视 这个电视画面上的影像 你可以享受他 可以预露 你不能得到他 他确实无所有 这个荧幕画面上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他能现象 虽现象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 不是他现象啊 这荧幕上真的就有像了 没有 荧幕上要有像 那个像就是死的像 就变成画片 不能有第二个像 你们天天看电视 如果会看的话 会开悟啊 所以荧幕上这个画面 是无所有 是不可得 《般若经》上 这一句话 无所有 不可得 说了几千遍啊 六百遍 大般若记者 佛说这么多遍 用意在哪里呢 用意叫你记住 你不记 也会记住 为什么呢 看的变数太多了 最重要的 开始 佛总是 无数次的 重复 所以 虚空 罚戒 一切万象 你可以享受 你不能执着 你不能占有 你要晓得 这些现象 确确实实是无所有 刹那刹那刹那在变化 那我们看到 一个现象 好像往往的时候 像我们自己这个身相 在这个世间呢 也能够活上几十年 以为这就是真有了 错了 这个活上几十年 是什么 相续相 第一个相呢 灭掉了 第二个相又生了 第二个相 这生的这个相 跟第一个相呢 非常相似 他确确实实 不是一个 他很相似 于是 你就搞错了 你就以为 他还在住室了 其实错了 他没有住室 这个事情 从这个摄影机里面呢 你会觉悟到 我在年轻的时候 喜欢照相 我也曾经有一段时期 非常喜欢呢 玩这个摄影机 八米尼的小电影 我曾经有两个摄影机 我自己照 拍摄 自己剪辑 我有一套放映的设备 放小电影 这个摄影机呢 这个照相的速度有两种 慢的速度是一秒钟 到十八张 快的速度是一秒钟到二十四张 我们用这个摄影机 比现在这个电视录像机 容易觉悟 为什么呢 他有一张一张底片 一秒钟二十四张 你把二十四张底片打开来看 每一张相似 你就看到相续像啊 那每一张每一张呢 那是生灭像 所以金刚经上讲啊 如露也如电 如露就是相续像 如电呢 电是闪电 那是生灭像 从那个小电影机上 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啊 不是真的 我们这个身体 刹那层面 你要不相信 你用这个摄影机来照 这个这个电影 摄影机来照 你照这一张 这一张是你现在的照片 这一张永远就过去了 不会再来了 照第二张 第二张决定不是前面这一张 你就晓得 前面这一刹那灭了 后面这一刹那生了 这就是论音经上讲的 荡处出生了 水处灭尽 那个水几乎 这个生灭了 时间太短粗了 短粗到啊 让我们急急乎乎 误认为生灭是同时的 我们从这个电影 现在电影大多数都是 一秒钟二十四张 那个镜头开关二十四次 我们就已经被这个幻象啊 迷惑了 因为它是真的 那么佛在 人王波罗波罗密经上 告诉我们 这个生灭现象 速度有多快呢 佛说一坛值 这个一坛值 有六十刹那 就是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 叫一刹那 那我们坛值坛得快 我坛的话 一秒钟可以弹四次 佛说一刹那呢 也九倍生灭 那么你就想想 就用我这个速度吧 一秒钟四次 四乘六十 再乘九倍 刚刚好是 两个十万八千 一秒钟多少个生病 二十一万六千个生命 这个镜头不得了啊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拍电影的 一秒钟才二十四个生命 佛说 我们这个意识心里面 一秒钟 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命 我们要问 佛这个话是真实的 还是方便的 我学这个 学经教 学了这么多年 我明白 这是佛方便书 真实的 真实比这个还要快 佛这个方便书呢 我们就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快 我讲经在前面都曾经讲过 时间久了 怕很多同学忘记了 你要真正了解 这个生命的真相 你才晓得 佛在经上常讲 一切法不生不灭 这句话 你真的懂得了 说一切法不生不灭 就是说明 生命几乎是同时 所以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无所有 这四世真相 佛现身 真相如是 我们现身 真相也如是 佛的身 是从哪里现的 从法身现的 法身在哪里 并一切除 整个虚空法界 是佛的 法身 我们这个身 是夜报 变现的 夜报在哪里呢 也变虚空法界 所以 佛的身 当初出生 谁出灭 一夜身 夜夜现象 又何尝不如是 一个道理啊 这是四世真相啊 了解四世真相了 你才肯真正放下了 心里头 不会把任何一个东西 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那是错误 那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了解真相 叫觉悟了 不在其 与一切现象当中 不在其妄想分别执着 那叫真的放下了 这就是如来 古地上境界 或者我们把这个标准 放宽一点 分正位的境界 分正位 就是华阴经上 语言叫 粗诸菩萨一上 他们见到这个境界了 所以 与世出世间 一切法 享受是自在啊 决定没有 妄想分别之主 他可以享受 所以你看看华阴 皮诺詹纳夫的 一真状言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 一真状言 那就是我们自己 本有的一真状言 我们本来有的 我们今天修佛 没有别的 恢复我们本来有的 一真状言 如果不晓得 这个四世真相 以为这个世间 一切法真有 你真可以得到 你错了 你在打妄想 你没有去看看 这个世间 哪一天 不死人呢 你到殡仪馆 你到医院去看 你看那个人死了 他带什么走 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 佛讲得好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 人不能造卧夜 你带着卧夜去 这个卧夜的力量 也是 刹那在变化了 为时所变呢 刹那在变化了 卧夜变化的 什么境界呢 变化三途境界 地狱 我归出生 那么你的将来 会有这个境界出现 你到这个境界里面 去享受 那享受的苦报 这些道理 四十真相 真的 唯有佛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对我们 大恩大德 那恩大德在哪里 就是把四十真相 给我们说明白 他老人家也不说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做梦都想不到 不可能了解 那我玩这个 小的电影机 我大概至少 完了有十年的时间 现在统统丢掉了 有小摄影机 以后进步到 这个电视的路上 全部放弃了 我在这个里面 我在这个里面 真正学到东西 真正有悟处 我没有白玩 我们也没有白玩 但是玩的人很多 有几个人玩这些东西当中 觉悟了 我之所以能觉悟 得利于佛法 在学经教的时候 听到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突然就想到了 用这个来证明 真的是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真正是无所有不可得 我用这个做了证明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我明白了 这个开进几下 愿解如来真是也 自己要不从生活当中 有相当深刻的体验 这些话 你听了之后 是似动非动 为什么呢 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思想 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的思想行为改变了 你真懂了 于世俗事件 一切随缘都日啊 那怎么会不思赛 帮助一些没有物的众生 使觉悟人的使命 是觉悟人的责任 应该这样做 做得再好 不居功啊 没有功啊 有什么功劳 应该做的 就好比 左手受了伤了 右手去帮忙他 那右手还能去功吗 我对你这么好 我帮助你 你要感激我 会有这个念头 哎呦 完全没有 心地永远是 清金极灭下 那我再问呢 世间这些法里头 有没有争忘 有没有邪正 有没有是非 有没有善窝 跟你说 你的时候有 物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物的时候 就是能大使所说的 禅宗六族会能大使 本来无有 物聊的时候 本来无有 你的时候 通通都有 为什么有呢 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就什么都有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呢 那就入般若空会了 那什么都没有 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众生有感 你来印的时候 来印的时候 你随顺九法界众生 也是什么都有 你要帮助这些迷人 发神 到九法界里面 实现 庄模作样 还给我们讲经说法 确实为众生 与自己毫不相关 这个事情 不能不知道 神因众生 弦令得尽 神 献 威 一 一定要 一定要给众生 这个视线 正面的形象 完全 那现象的标准在哪里呢 完全是 对众生的 弊病 这个我常常讲啊 你说在今天 众生 都不知道 守规矩 我们实现守规矩 众生 不知道 孝顺父母 我们实现 孝顺父母 众生 不知道 尊敬 别人 我们要做出 尊敬 别人的样子 这个就是 教化他了 众生 与人 不能 红目相处 我们要实现 与一切众生 都能 红目相处 所以 佛菩萨到 世间来干什么 就干这个 要一用 现在比喻化了 是 佛菩萨 到这个世间来 是唱戏的 是做演员的 经常不是唱什么 游戏神通 这是做游戏神通 来演这场戏 演得很逼真 让看戏的人 觉悟 佛法的教学 高度的艺术 释迦摩尼佛 做出来 给我们看 表演 给我们看 确实是如实 啊 我们要能够 体会得到 要懂 这里的意思 最重要的 是要晓得 我们学佛 向释迦摩尼佛 学习 懂得 佛的意思 懂得 佛 生活 行为 的 准则 它的标准 它的原则 我们懂得 那我们就 何说 何用 啊 戒律为仪 释迦摩尼佛 三千年前 说的 我们今天 展开 精键 知道 它的精神 知道 它的用意 在这个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如果你不晓得 它的准则 在这个时代 还要 学三千年前 那些 做法 那你就错了 时代 不同了 今天有 今天的做法 标准 原子 不变 做法 又改变 精神 不变 形象上 要改变 形象上 改变的原子 针对 众生的 必病 众生 都懂得 孝顺父母 尊敬 别人 那这条就不要讲了 它已经做到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说不叫废话 换一句话了 众生在生病 佛菩萨 是大夫 诊断 他害什么病 你给他什么药 这个药 就是治他病的 这就对了 因病 于药 药到 病出 这个病治好了 他还有别的毛病 他病多了 一桩一桩的 来对治 终极的目的是把他所有毛病统统治好 让他恢复 真正健康 真正健康 那就是佛菩萨了 九法界众生都是病人 都是违背性的 都不是正常的人 这道理 似是真相 我们不能不明了 所以 我在 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同学们 要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 这就是修佛 这就是把佛陀的教诲 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不能落实 你的佛要白学了 你自己得不到受用 你也无法帮助别人 所以自行化他了 都是一个幻想 你做不到 一定要从本身做起 把本身的毛病改掉 我缺出家的同修 学杀命略习 每念一条 自己也想一想 我有没有做到 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是条件 第一条不杀生 这一条 我有没有做到 我还有没有 损人力气的念头 严重的 是损害人的 生命 慧命 佛法重视慧命 损害 众生的慧命 超过损害他的生命 为什么呢 生命带来容易 慧命 那个机会太难得了 所以 救人慧命 功德 无量 无边 学佛的同学们 你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你要晓得 真正修 无量无边 真实的佛会 是什么呢 法不识 那么换句话说 你如果是 障碍法不识 你想在 法不识里 的这个 的 利益 这个佛经上 批凡如来 因为 如来的教法 是流通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 没有办法 是让一切众生 欢喜 流通 那个功德 无量无边 如果你 如果你 具为己有 你把它当作商品 去贩卖 你是障碍 众生 的 发生 毁灭 现在 这个世间 常常讲 智慧 财产 材 板权 这个板权 这个板权是祝佛如来的 是祝大菩萨 哦 那你这个道板 道得厉害啊 你把祝佛 菩萨的板权 居为 仅有 这个故事 不得了啊 即使是世界 出家在家的是大德 他们对于佛法上的诸书 也都没有办法 现在有 为什么会有呢 他没觉悟 你看看 古时候没有 不要说是个太久 大概民国 二十年之前 都没有 那个时候 在家出家大德的 这个这个著作 出版之后 你看 后面都是 都有 欢迎 翻印 功德无量 或者欢迎流通 功德无量 都写上这个字 绝对没有看到 板权所有翻印必诱 绝对没有 所以道板 道佛菩萨的板 到古圣先行的板 这个罪过 无量 无边 你要真正是 以善心 帮助一切众生 学服 帮助一切众生 改过 你晓得 你晓得你的功德 有多大 现在人 迷惑颠倒 到这种程度 真的是 真的是可怕 无量 无边 帮助一切众生 利益 他不懂 他见不到 他见的是 真的是 眼前 阴头 小利 那么 为了 为了得这点利益 造无量 无边的罪业 把如来 镇教 长通 阻碍住 我们说佛 对于这些道理 不能不知 知道之后 就想到自己 应该是怎样的做法 再看底下这一句 第七句 义 助于 无碍 平等 发生 这个义 就是心意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存心 存心就是 你是什么心 平等心 长存 平等心 不设 平等心 你就是 祝福如来 你还有高下心 你是六道凡夫 这个高下心 我比你高 你不如我 或者是 你比我高 我不如你 自卑心 我比你高 你不如我 傲慢心 傲慢 跟自卑 都不平等 所以主要想到 祝福如来 平等心 平等心 是真心 法身 菩萨的心 就平等了 平等心 是什么样子呢 平等心 是六根 皆出 六成境界 不齐 不齐一念 就平等 齐个念头 就不平等了 不齐一念 于一切 一切众生往来 在半死的时候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所以他应用自在啊 他不挨板啊 应用的时候 可以不平等 那个不平等 是手段 先帝呢 先帝是真平等 用不平等的手段 达到真平等的目的 这是佛法 这是智慧的 善巧作用啊 无论是言语 或者是现象 都没有故事 所以戒律 很不容易 为什么呢 几个人懂得戒律 如果你看戒条 你死在戒条里面 你会犯很多很多的故事 为什么呢 误会了 错节了 你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不能吃戒 为什么呢 死在戒条之下 三世祝福 看到都会流言流言 你错节如来真实义 去节如来真实义 不知道佛所讲的话 字字句句 那个戒律条条 都是和和婆婆的 所以 这个戒律 每一条街 都有开 借 吃 饭 很可惜 现在没有人 讲戒律了 每一条街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有开 那个开戒 不是犯戒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一定要开 懂得开 那叫吃戒 在某一种状况之下 决定不能开 这就是不能开 那叫做吃戒 你要不懂得 这个开戒 你怎么懂得吃 应该开的时候 不开 你犯了戒 应该折的时候 你不折 就是不能开的时候 你开 犯戒了 应该开的时候 你不开 你也犯戒了 应该开的时候 开 不应该开的时候 不开 这叫吃 活的呀 活活活活活活活 随机应变 目的都是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求 帮助众生 一心向佛 心永远助于 无碍平等 发生 我过去 曾经跟诸位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 是我的老朋友 前年 王三 他是个军人 抗战期间 中国对日本作战 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 迁到重庆 首都南京 沦陷 被日本人占领了 他做地下工作 就是传递情报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 这个小组 被日本新兵队发现 出现特务工作了 这个要被抓到了 那真是不得好死 日本人会把你折磨死 他们三个人逃了 逃到宇华门外 宇华门是南京的南门 那边有个寺庙 寺庙里面正在做发挥 他们就找老和尚 求老和尚帮忙 救他 老和尚很聪明 立刻 剃头 剃了头之后 叫他穿上海青 跟着大家一起 参加法会 日本虽然宪兵队很凶狠 很残忍 但是日本人对佛教 还是很尊重 遍处找不到 他们三个人 就逃过这一关 抗战胜利之后 这几个人又回到南京 老和尚还在 想到老和尚救命之恩 总想报答了 于是设了很丰富的宪兵队 请老和尚来应公 老和尚也很欢喜 是是是 是是 鸡 鱼 鱼 鱼 肉 全部都有 没有蔬菜 老皇上一坐的时候 他们几个人在想到 哎呀老皇上吃素的 这怎么办 老皇上叫他们 大家坐下 欢欢喜喜 行行 我们一起来吃 老皇上就吃啊 这是开云 这个时候应当开 他就开 这叫吃戒 这个不叫饭戒 这几个人 一看老后这样子 对佛教佩服的五体投地 老皇上用这个方法 借引他们 斗他们啊 佛法是活的 不是死的 如果你们是有意作弄 老皇上 老皇上可以拒绝 你们是诚心诚意 报恩 感恩戴德 不是戏弄啊 是一时的疏忽 这是情有可原 老皇上真的是大慈大悲 陪他们饮酒之肉啊 那这一般 那这还得了 那他就不懂戒指 这个不是破戒 这是持戒 目的真的是弘扬如来大法 让他们这些人 做官的人 知道如来大法是吼吼泼泼的 不是死 那下一次见面 他们就知道了 在秦科就办宿斩了 如果在秦科还办的这个 那老皇上会拒绝了 头一次 你不知道 知道以后 不可以再犯了 所以说出家人 要是想到 这可以开摘 常常让信徒 去请你吃鸡鸭肉 那你就完全破戒了 你就不叫持戒了 你就犯戒了 所以 这个是智慧的观察 善巧方便 我这几个朋友 以后我出家学佛了 常常给我看到这个 他说佛家实在是伟大 实在是令人敬佩 他做得这么样的活泼 这么样的自在 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到的 这个老和尚不是普通人 可惜我们没见过 真正是大德 我们讲这个 延迟戒律 一定要懂得戒律的精神 懂得戒律的运用 我们今天住在此地 接触多半是 澳洲当地人 他们是 虔诚的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我们跟他们相处 延迟戒律 延迟戒律 如果不懂开车吃饭 恐怕你尝尝饭戒 你不是吃戒 跟他们相处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确实有很多的开源 不能不知道 所以戒律 不能不细心 谨慎的研究 讨论 怎样乐视到自己生活行为 怎样乐视到现前世纪的环境 这里头 有一个总的原则 有一个不变的方向 那就是 借淫众生 利益 有情 不是自己的利益 别人怎么得到利益 你也想到这一点 让他真正能受感动 佛法 的确是 有规矩 有原则 他不是乱来的 心永远是平等 但在形象上 有不平等 让人家 去向平等 这就对了 好 现在时间到了